来自台南的157位慈禧志工 回到新宁的故乡花莲 近似金色金镜 住在新化的李春渝 每天都到环保站寻法乡 三年前发现罹患乳癌 开刀出院后隔天 立刻回归寻法乡的行列 晚上睡觉都会期待 明天知道我一定要来寻法乡 我是想要出来关怀别人 我不要别人来这里 自己的法签不用这么忙碌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信念 我要赶快站起来 环保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真的是能够 让我们社区的老人家 很开心 大陆的慈禧志工 将一整与环保结合 带动社区的长辈一起投入 将经验分享给台南的家人们 互相鼓励 我们要先人的生态进化 空气自然就会清醒 各位菩萨们 大家所做的 无不都是有形无形 都在净化 人间人形 请大家对的事做就对了 两天一夜的金色巡礼 众人找回出发心 业发愿要持续走在菩萨道上 大爱新闻 炼志龙江家伟邓秘宜 华联报导 今年从小楼中 也请到美国 感谢观看